主怎么闷闷的 是想着大人吧 这就快年夏了 府里的银子送了吗 自从皇后娘娘 裁剪开销 主自己都紧巴巴的 还禁锢着母家 我在宫里花着也够了 给娘家补贴一些 也是好的 主 出事了 主 谢府公出事了 您快去瞧瞧吧 出什么事了 是海长载出事了 一个时辰前 贤富公闹了起来 说贵妃宫里的 红楼碳用完了 但是莫星觉得 用过的红楼碳数目不对 便查看宫里 结果在海长载房里 用过的碳灰里 发现了不妥 所以莫星说海长载 偷盗了贵妃所用的 红楼碳 海澜不是僭越之人 她必不会偷 三宝 你去送碳的时候 我吩咐过你 贵人之下不能用红楼碳 你送的可都是黑碳 错不了 奴才每次送的都是黑碳 主 你快去看看去吧 奴才得到消息的时候 他们正要给海长载上行呢 给海澜上行 是啊 去贤富公 主 不能去 贤富公就是一滩浑水 贵妃又矫情厉害 您哪里能管得了海长载 再说了 要去 那也该是皇后娘娘的事啊 皇后娘娘现在养心殿 想必已经歇下了 除了皇后 贵妃的位分最高 没有人就得要海澜 去行负购武装 走 贵妃真的没有头到 贵妃娘娘 贵妃没有头到 贵妃娘娘到 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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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头到 我知道 贵妃 贵妃 我没有头到 贵妃 给贵妃娘娘请安 这么晚了 你还扒弯的来呢 得知贵妃娘娘得了寒症 特意过来看吧 本宫有什么值得贤妃劳心的 倒是贤福宫闹了贼 贤妃耳抱神快 就赶着过来凑热闹了 贵妃娘娘到底为何 发这么大的怒气 回贤妃娘娘的话 海长在偷盗贵妃娘娘 所用的红螺碳泛上渐月 以致我们主缺了碳火 寒症发作 损伤玉体 海长在向来安分守己 且贵人之下 不得用红螺碳 海长在又不是不知道 那就要问海长在自己了 奴婢在海长在屋中 倒出的碳灰里 发现有红螺碳烧过的碳灰 且伺候海长在的宫女 湘云也招了 是海长在指使她去偷碳的 是你告诉贵妃娘娘 是海长在让你去偷的碳 海长在怎么跟你说的 主就是说不服气贵妃娘娘 用这好东西 让奴婢去贵妃娘娘那儿偷红螺碳 而且主一直嫉妒贵妃娘娘 恩宠于皇上 也是想因此派贵妃娘娘犯病 本宫不幸海长再会这样跟你说 湘云 你跟了我三年 我自问我待你不保 主 不管您待奴婢如何 但昧着良心的事情 奴婢不能再做了 湘云 贵妃娘娘 奴婢知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请贵妃娘娘恕罪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所以湘云本宫不会责罚你的 海长在 你用心歹奴又不知悔改 本宫不得不责罚你 双喜 奴婢在 贵妃娘娘 您凭这炭灰和湘云的证词 就断定是海长再偷了红螺碳 但请您再仔细想一想 今日是腊月二十 您用的红螺碳 都是内务府每月 按份力折半给您的 一日是八斤 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斤 您说海长在把那些碳都偷了去 那至少有十天的分力 十天的分力就是八十斤 海长在的宫市有多大 这八十斤的红螺碳要往哪儿藏 您一查便知了 你的意思 是本宫冤枉它了 贵妃娘娘 并且没有头到 并且 主 主 海澜 主 王公公 王公公 这么晚了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 麻烦王公公通船一声 海长在被冤枉偷了红螺碳 正在贤妇宫受罚呢 可是这天这么冷 还下这么大的雪 这事 还得请皇上和皇后娘娘定夺 既然是贤府宫的事 就该由贵妃娘娘定夺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贵妃娘娘正在气头上 而且也发了寒症 我觉得这件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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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了八死 别跟这儿赖着了吧 你见不着皇上呢 走吧 王公公 还是请您通喘一声吧 惊扰了主子 你吃醉不起 快走 王公公 我说你见不着皇上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小心 小心 我想办法 帮你去通传皇上 嗯 贤妃方才说得对呀 这八十斤的红螺碳 海长栽一时也用不完呢 说不定 是藏在哪儿了 既然海长栽缓不过来 那本公也没法问 商喜 奴才在 你去海长栽的屋里 连着相拢衣物 一起给本公仔细地搜 搜出来以后 也好让他们死心 喳 主 既然要查海长栽的衣物 那海长栽身上这件 奴婢也查一查吧 你放肆 海长栽的身上 也是你能搜的吗 一个偷盗之人的衣裳 为何不可搜 贤妃 本公在管教自己宫里的人 干你何事 好好地给本公搜一搜 不许他藏匿半分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不许放开 主 主 主 你不许放开 天姐 贤妃 半夜三根咆哮先复宫 你给本公贵的那儿撕过 贵妃娘娘 奴婢求求你 不能让我们煮这么贵的呀 她会冻坏的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等我去贫妾的做 贵妃认罪 贵妃认罪 贵妃不是有些偷的 贵妃娘娘 我关心的贵妃娘娘 还管你没做下的事 不许乱认 快出去贵妃娘 贵妃娘娘 海长栽也是皇上的嫔妃 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 羞辱她 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 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 做了贼 就别怕没脸 若不知悔改 也是她自己 必死自己的 堂上驾到 卓 卓 臣妃请皇上安 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谢皇上 朕听说 你发了寒症 就赶了过来 要不要紧啊 谢皇上 皇后关爱 皇上都睡下了 听闻你得了寒症 又动了气 急得不成样子 所以就赶了过来 臣妾宫里少了红螺炭 引发寒症 太医瞧过了吗 到底怎么样 主 扶贵妃进去坐着 多拿几个手炉给她 是 主 雪地里跪着 衣裳也湿了 快去换件暖和的衣裳吧 速去海诚在屋里 换了衣裳 再来见价 是 是 主 主 快 来 小心点 主 我去给你弄点热水 别怕了 皇上不是来了吗 姐姐 来 皇上会为我们做主吗 会的 你也赶紧把衣裳放下来 你也赶紧把衣裳放下来 再盖 回皇上 贵妃娘娘娘韩正发得不轻 又动了怒气 得好生调养一段时日 今儿可怎么发那么大的火呀 皇上 臣妾无能 今儿人在宫里 生了偷盗这种丑事 偷了别的还好 可偏偏是臣妾冬日里 必不能少的红螺碳 海长在为何要偷红螺碳呢 臣妾每次去半嫁 就听她的宫女萧云说 她总是在背地里咒骂 臣妾都不与她计较 可是她偷探 赢得臣妾韩正突发 真是其心可诛 如今人赃并获 她的宫女也招供了 她才勉强承认 还有贤妃 今儿更是大闹险复工 臣妾给皇上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给海长再次坐 谢皇上 贤妃 贤妃 刚才贵妃说你大闹险复工 可是真的 回禀皇后娘娘 臣妾听闻贵妃娘娘 得了韩正故来探望 谁知 朕碰上贵妃娘娘 以偷盗之名 对海长再大失刑罚 还当众搜身折辱 臣妾不相信海长再会行偷盗之事 所以必得为海长再辩拜 起来吧 冻成这个样子 拿着手露说话吧 李渔 给海长再 是 谢皇后娘娘 皇上 虽说贵妃在海长再那儿搜到了 红楼炭的炭灰 也有湘云坐镇 可是 可是什么啊 朕记得天刚冷的时候叮嘱过你 宫里面唯有海长再还有婉达营 用不上红楼炭 这晚答应未分实在敌也就罢了 海长再 若是要红楼炭 从你那儿拨给他就是了 朕还记得 叮嘱过你 此事不得声张 免惹是非 你怎么那么老实啊 贵妃都气成这样了 你还不和她说实话 是 都是臣妾的不是 臣妾一心 只记得皇上的叮嘱不许外传 也交代了海长再 没想到海长再跟臣妾一个心思 不想往外说了惹是非 谁知道还是惹了是非 贵妃啊 此事呢是贤妃太痴了 不懂得转还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你身子病成这样 也受不住那么大的气 王清啊 奴才在 王后贤妇宫要是缺什么少什么 就从养心殿里剥鞋给贵妃用 啊 这 多谢皇上关爱 好了 你接受了风寒 早些休息吧 皇上 偷到这事便算了 犯上是大罪 您不能这么轻易饶了她 还有贤妃 今儿对臣妾无礼 你打也打了 罚也罚了 他们两个 还被弄成这个样子 还来今日啊 朕不赏罚分明 是消不了你的气 也平息不了这件事情了 王清啊 奴才在 此事的证人是海常在的宫女 叫湘云的对吧 是 带她进来 喳 是 奴婢相云 可见皇上 生得倒是周正啊 舌头也灵活 能招出今晚的事情 是个会说话的舌头 好 王清啊 怒才在 待她下去乱关打死 这 皇上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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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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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皇上 相云已经打死了 今儿的事 朕要宫里人知道 挑拨是非 谋害主上 是什么下场 是啊 这样的奴才留不得 皇上不责罚 臣妾也会责罚他 以警效忧 嗯 听到没有 贵妃立下的规矩 大家都要谨记 奴命以警尊效忌 夜已深了 咱们回去吧 皇上 对了 齐如 在 你方才说 贵妃要静养一段时日 是多久啊 总得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啊 贵妃啊 那这三个月 你就不宜办嫁了 好生休养着 皇上 走吧 皇后 海常在 你再住在贤妇宫 也只会惹贵妃生气了 延禧宫还空着 你就搬到延禧宫住吧 臣妾谢过皇上 贵妃啊 好生调教海常在 别再惹出此等事端了 是 走吧 皇后 恭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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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娘娘 我们也告辞了 皇上 你可算是回来了 方才不敢进贤妇宫 原来一早回来了 在这儿享清福呢 阿若 徐太医已经来了 已经在里边候着了 慢点 主 好 三宝 在 你去把后殿收拾出来 给海常再住 知道 主 慢点 马上就到了再忍忍 喝了姜汤暖和多了 阿若 你要把姜汤快喝了 是 主 主 奴婢觉着 皇上心里 还是对主好 主 许太医替海常在诊治完了 来替您瞧瞧 快请进来 先妃娘娘万幸 您素希身子强健 只是受了一点风寒 微臣会开一些 发热疏散的方子 只要娘娘连着喝几天药 注意保暖 就会好的 但切记切记 这几天 不能再见风了 多谢许太医 海常在如何了 海常在刚刚喝下 微臣开的安神汤药 已经歇息了 那她的伤 这 有话您不妨直说 受寒和惊吓都是小事 风寒虽重 调理着也无大碍 要紧的是海常在的双族 要紧吗 海常在是族心的涌泉穴受了伤 才会如此虚弱 形同重病 那有法子医治吗 微臣会掂量着开个方子 吃寒气外泄 伤口愈合 等伤口愈合后 再每日按摩 胆球渐小 有法子治就好 多谢许太医 三宝 奴才在 考生送许太医出去 喳 微臣告退 主就放心吧 一切都打点好了 海常在已经喝了安神药汤睡下了 小时连番折腾人眼泪坏了 您若想去看她 还是等明日养足了精神再去吧 嗯 也好 我也发了